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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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关键的是 汪素龙本人还在直播的过程中看到了这条热搜 当时他的表情立马就不对劲了 明明不开心 但却要强装镇定 用网友的话来说 他真的一副快碎了的模样 而歌手2024第二期的抓马鸣场面还不止于此呢 任谁看了第二期透露的各种新情况 估计都会觉得华语乐坛这时要玩 尽管汪素龙刚唱完 就因为难听登上了热搜榜 但事后也有网友表示 在汪素龙演唱完之后 其实也有比他唱的还要更难听的歌手 首当其冲的就是杨成林 第二期他演唱的是林俊杰的不为谁而做的歌 不知是太过紧张的缘故 他开口第一剧就跑掉了 再加上他的唱功在一众实力派歌手面前 本就算不上出众 用网友的话来说 也就是偶像剧OST的水平 因此 他在第二期就被淘汰的结果 网友们已早就预料到了 至于第二位淘汰的歌手 则是评价两极分化严重的二手玫瑰了 第二期他们演唱的歌曲是《嫂子送》 原唱是李娜 被他们改编重唱后 很多网友都无法接受他们演唱的新版本 甚至直言他们的一嗓子 简直是要把嫂子给送走了 当然 网友们这么说肯定是在玩笑话 不过 这也反映出 二手玫瑰确实不适合歌手2024的舞台 他们被淘汰 也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 尽管淘汰的两位歌手全都是中国歌手 这样的成绩看起来挺残酷的 也挺悲哀的 这似乎是在说明我们的歌手不扛打 但其实第二期还是有让我们自信的歌手的 那就是不负众望的航盖乐队了 他们的异曲轮回 刚开口就是无人能力的呼迈技术 一下就把梁龙给听傻眼了 虽说《罗回》这首摇滚歌曲是用蒙古语演唱的 但这并没有影响网友们对航盖乐队唱功的判断 他们一开口 果真就让听众感受到了万马在草原上奔腾的感觉 不得不说 航盖乐队的控场能力以及绝佳唱功绝对印证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难怪他们也对自己很有信心 一上来就挑战第一期的大魔王湘提莫 而且答案也如网友们预估的那样 以航盖乐队的实力自然是接榜成功了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歌手2024 我们还能看到航盖乐队的精彩表演了 除了航盖乐队接榜成功之外 来自我们宝岛台湾的歌手黄轩也用一曲读上C楼为自己赢得了继续参加歌手2024的机会 或许看到有两位优秀的歌手加入歌手2024 再回想起那因这次的排名还上升了一个名次 估计很多网友的心中都重燃起了对华语乐坛的看好之情 但这些网友肯定很难想到 就在大魔王湘提莫被涵盖乐队挑战成功之后不久 歌手2024竟然又官宣了另一位笔箱提莫还要可怕的大魔王要在第三期空降 是的 这位歌手就是在网上传了很久的美国歌手亚当·兰伯特 亚当之所以让一众网友是文风丧胆 皆因他的唱功放在全球都能排在前列 1982年出生的亚当 绝对是天赋型歌手 他从小就展现出在唱歌上的极高天赋 8岁就得以进入当地的儿童剧团 开始进行一些音乐剧的学习和表演 我们都知道 有音乐剧演出经验的歌手 他们的唱歌实力自然不会太低 更何况亚当这种从小就参加音乐剧演出 并且从小就学声乐的 虽说拥有绝佳唱功 据说亚当的高音能力是可以轻松驾驭C5 这绝对是天赐好声音 但他走红的时间并不算太早 一直到2008年参加美国偶像这档选秀节目 亚当凭实力一路过关斩将 本来他是绝对能夺冠的 但他却因为自己的私生活 赢得一些人的不满 最终只获得了亚军 不过即便如此 亚当接下来的歌手生涯 还是迎来了飞速的发展 第二年 他就凭借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入围了格莱美的最佳流行男歌手奖项 而这还不是亚当最厉害的地方 他最厉害的一点是从2011年起 他竟然开始担任英国皇后乐队的巡演主唱 是的 就是演唱We Will Walk You这首世界名曲的皇后乐队 这支乐队自打主唱在1991年去世以后 便只能另寻其他歌手来担任他们乐队的主唱了 到了2011年 年仅29岁的亚当就成为了皇后乐队新一任的主唱 并且时至今日 亚当还是皇后乐队的巡演主唱 每年都会有很多演出要参加 其实仅凭这一点 亚当的实力已经足以吓坏众人了 要知道2022年在英国女王登基70周年的庆典上 激情现场We Will Walk You这首歌的就是亚当 毫无疑问 亚当不仅是格莱美的水平 还是国家队选手 难怪歌手2024在官宣亚当的时候 会用世界流行音乐演唱天花板来形容了 不过对于歌手2024给亚当的这个评价 网友觉得还是太保守了 在网友们看来 才华天花板说的是断媒 天赋天花板指的是笔薄 而热度天花板则是火星歌 而亚当跟他们三个相比 则是各项指数都不逊色的存在 看了网友对亚当的这个整体评价 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到亚当的战斗力了 这就难怪歌手2024刚确认亚当会在第三期空奖 网友们已经替其他参赛歌手担忧起来了 毕竟亚当的轻唱水平就能吊打一众歌手 除了亚当那恐怖的实力 让一众网友对华语乐坛很是担忧之外 看了在歌手2024报名成功的那份歌手名单 就更让网友们担心了 甚至不少网友都觉得节目组是在开玩笑 我们都知道 在歌手2024第一期播出后 由于两位外国歌手位列前两名 这使得华语乐坛很是难堪 网友们便纷纷替节目组出谋划策 在一众网友的集思广益之下 一份歌手2024应该邀请的歌手名单就出炉了 这其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国家队选手 比如韩红 韩磊 谭京之类的 当然 也有一些有实力的年轻歌手 比如邓紫棋 张杰之类 而一项爱整活的网友 自然不会放过推荐华语歌手应战欧美歌手 这个可以玩梗的机会了 于是 他们在建议邻俊杰参加歌手2024的同时 还不忘补充说明 若是邻俊杰输了 可以说是郭东霖唱的 同样的梗还被用在了萧敬腾和向左的身上 不得不说 网友是懂得留后路的 而更让我们发笑的是 在网友的盛情谣人之下 网络上还出现了一个叫UC谣人榜的榜单 只见在这个榜单上 我们可以看到韩红 周深 凤凰传奇和张学友这样的实力派歌手 也能看到500和周杰伦这样的金曲制造机 但我们肯定没有想到 陈建斌这位专业演员也能上榜 估计是很多网友把陈建斌误认为 那个在网络上很会唱歌的四郎了 不过 这还不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估计很多网友怎么想也不会想到 摇人榜的第一名竟然是小米总裁雷军 并且他还是以远超第二名的票数遥遥领先的 虽说在这份榜单之下 我们都能感受到雷军的超高人气 网友们也都很想看他在歌手2024的舞台上 演唱他的代表作Are You OK? 但是 即便这件事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雷军也没有出面回应此事 看来他是不太可能满足网友的这个过分要求了 而在全网都在推荐歌手参加歌手2024的盛况之下 也有一些歌手是自告奋勇 主动请站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